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湯哥 唐智慧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國立的9月25號到10月1號 十二生肖的周運勢 首先看一下生肖屬豬 屬兔 屬羊的朋友 這一拜的好運指數只有一顆星 要特別注意的就是有一些意外破財的現象 尤其在下半年當中 在這個禮拜是一個財運的關鍵 你要做好一些支出上的一些記載 不要超越了你的能力範圍 這樣的話容易讓你下半年的荷包跟財庫特別的緊縮 所以做任何的花費都一定要量入為出 量力而為 這一拜可以多做一些行善 布施 用捐錢的方式來幫助自己累積一些福德 然後藉由這樣的變相的破財 它是一個很有意義的 對社會也是有幫助的 來看一下生肖屬虎 屬馬 還有屬狗的朋友 這一拜的好運指數有五顆星的好運氣 好 特別恭喜你們這一拜財神來加持你 你會發現不論是生活或事業上的正財偏財運 都是很旺的 正財運很旺的話 在這一拜工作上一定要加把勁 不要太偷懶 太偷懶的話會流失這個正財的收入 然後待旺的好運氣 如果你生活當中 如果有得到一些小偏財的話 當然也別忘了要多做一些行善 布施 讓這樣的福德可以綿延 讓你的財運的運氣可以更加的穩定 來看一下生肖屬蛇 屬雞還有屬牛的朋友 這一拜的好運指數有三顆星的好運氣 桃花運可以說是非常的旺 尤其單身的朋友想要脫單的話 這一拜可以多去結識新的朋友 廣結善緣 可以透由一些長輩同事之間的幫忙介紹 可以讓你在愛情運方面可以大大的加分 另外如果說有對象的朋友 這一拜可以多安排一些家庭的旅遊 或是情侶之間的旅行 可以幫助你感情上的升溫 生肖屬猴 老鼠還有龍的朋友 這一拜的好運指數有四顆星的好運氣 這三個生肖在事業方面可以說是非常的旺 尤其不管是轉職方面想要求新工作的朋友 這一拜可以多去物色 騎驴找馬 可以讓你找到你自己喜歡的工作 這一拜的工作的強運帶來好的正財運氣 所以不論是工作上的獎金 業務 推展 都可以是非常的有效率的 那此外職場上有一些小人的問題 這一拜也有機會來去化解這個危機 讓你心想事成 來看一下本週加碼的部分 恭喜財運最好生肖屬馬的朋友 還有工作運最望生肖屬龍的朋友 以及桃花最美 恭喜生肖屬蛇的朋友 那本週逢到了國立的9月29號是中秋節 中秋節這一天非常適合為自己去廟禮 或佛堂來點燈許願 可以幫助你心想事成 所以也建議各位觀眾朋友們 要把握這一天為自己多多的去共登祈願 到國立的邊臨 於是